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戰後的香港由百物蕭條走向逐步發展 一般小市民的生活 既艱辛 但是又充滿機遇 香港昔日的故事 很多人都記憶猶新 大家集體的回憶 足以是時代的見證 就像砌圖一樣 你一塊我一塊 將香港舊時的社會和文化面貌 砌出來 好 讓我們去雲港九新界 聽聽市民有什麼故事跟他們說 出發 過去香港經歷過幾許風雨 今集就讓我們回顧一下 上個世紀香港人經歷過的風風雨雨 開放以來 香港經歷好幾次嚴重風災 1906年和1937年的風災 就分別造成過萬人死亡 屍體堆積如山 沒有人應領的就集體海狀 上一代香港人最記得的颱風 當然是他 溫代 當時我是住在沙田 現在這個火車站旁邊 那條叫排頭村 我們那個時間 我們的排頭村 我的家屋 我現在老屋這裡 我已經浸到肚子水了 我們都準備撤退 搬上去 現在我們是住在 道風山腳的親戚那裡 差不多九點幾十點 那個潮已經退 但是走出門口 都已經見到 又有死屍又有雨 溫代在1962年集說 他是戰後造成最多人死亡的颱風 一共有130人死 七萬多人 無家可歸 而當中 大多數來自當時還未發展的 沙田和大埔 聽那些長者說 當時沙田應該是有少少海嘯 他是突然間來的 幾分鐘已經是漲四五呎水 差不多十分鐘八分鐘已經是漲過頭了 看見當時那些民安隊 消防那些 就反戰那些艇 每反戰一架艇 都一定是有死屍在裡頭 都很恐怖的 清理屍體已經是用火車來運載 所以我那時候見到 就是三卡火車卡運載 那些人飲飽了水 漲得像豬一樣 一個一個 淋上去 淋絲踏絲 淋三卡 其實在這十年來 颱風對於香港造成的傷亡 已經沒有那麼嚴重 不過在六七十年代 那些人住的屋子比較簡陋 一度打風 個個都要趕回家 要保衛家園 所以不像現在 八號風球 就進去戲院 看出戲 戰後大量移民由內地湧入 很多人沒有地方住 就在山邊搭木屋 或者鐵皮屋 這些屋子有多穩陣 大家都可以想像到 每逢打風下雨 真的有得震 無得睡 說起上來 很多人還記得這些經歷 看到人人都去山頂搭屋子 就去搭屋子 搭屋子的時候 那幾年很多風打的 經常都打風 不知為何 那一場風是早上來的 我當時在角落做姐姐 我兒子在家裡打電話來 媽媽 我們家裡搭屋子 搭屋子 搭屋子 很快就回來了 我說這樣嗎 好了 我說 沒有車要走 我跟老闆說 我要走了 家裡的房子快要倒了 那一場風是 那些腳踏上那些 幹管 人家跌下來的玻璃 跌下來的板障 一直撒著那些東西 一直流著眼淚 喊著觀音菩薩打救 跑到回家 隔壁的三仔蠂 就走下來 聽到我回來 就說 司拉快點開門 我們房子倒了 你快點開 這裡除了你沒有人 那你開不開門 三仔嵐我就開門給他進來 進來打風一開門就入風 我的天板就更揭 我們那間屋門口已經 已經弄了四塊石在那裏拉住 都不單 我就說你們進來幫忙扶住 這個又扶住那裏 你又去扶那裏 變成四個人抬著四個角 我就去抽水桶 抽到那裏 抽些重的東西 用繩綁住聚住屋 幸好那場風 菩薩真的聽到我在這裏討告 幾個字後 長風停了 你說是不是收留人家進來 人家幫我扶住天面 這樣就吹不走天面 過去半個世紀 香港有四次被超強颱風正面吹閘的 遲遲驚心 包括62年的溫代 六四年的路比 七一年的路斯 和七九年的河背 十號風球的威力 經歷過的人 記憶猶新 我曾經住過新界 那時應該是住木屋的 最記得有一次 十號風球 很大風很大風 在天井外面的東西 很多時候你覺得它很重的東西 都會在天空中飛舞 你不會說 我的桶在那裏 真是會這樣 我的桶在天空那裏 轉一下轉一下 等風球過了之後 大家就要怎樣呢 失勿認領了 就要回到隔離村 因為風大 隔離村 一路在西洋蔡田那裏 一路走就認了 這個是我的鍋 這個是你的被子 大家就會認了 球仔還不起來 球仔 起來上學了 給些清晨音樂的聽 大陸司司宣佈 由於天氣惡劣關係 本港左右 官立斯林小學 合軍人士大學校 暫停不想去一邊 正在家族 由於連日毫無關係 那天是突如其來的一個假期 大人也沒有空理你 也沒有呼喝 叫你不要妨礙 於是我們在那時候 設計了很多新泳的遊戲 我家屋對著海 那些暴風 送海水進來的時候 裡面一定會有些小的魚蝦鞋 而我們為了避免自己的身子都濕透 你會想起一個奇境 就是在屋裡都穿雨衣 粒頭 在裡面很忙碌 鏟的魚蝦鞋 然後接紙船 和拖鞋放在水面鬥吹 大家都知道打風有特餐 有些平日你吃不到的東西 就是打風的時候有得吃 婆婆 這麼大雨 不要買菜了 好啊 來來去買罐頭 有一些 媽媽或媽媽收買了罐頭的午餐肉 沙甸魚和豆豉鯉魚 可能今天你聽到這些見怪不怪 但那時候平日沒得吃 因為我們覺得 比平日去飲宴更好吃的真品 我想可能都包括緊張的氣氛 和風聲雨聲 不如下 所以我們是不看的 渡古市民 都可以吃了 也不看的 有些人 我其實不看的 好好聽 尤其是